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做一个我们有红高压气泵的使用教程 首先打开包装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东西 水泵 水管 配件包 避震垫 好下面介绍一下我们气泵的安装步骤 首先我们把避震垫垫在机器下面 这样可以起到一个避震的作用 我们的气泵是目前体积最小 重量最轻的高压气泵 我给大家用手掌做一个对比 好 打开配件包 高压软管 说明书 备用配件包 呼吸嘴 两颗泻压螺丝 首先我们安装高压软管 安装前注意检查 螺纹孔里面 有没有垫片 因为我们的机器出厂前 都是经过测试的 这地方是已经加了垫片 安装前可以检查一下 你扳手稍微拧紧就可以 切压螺丝 另一颗 拧在机器的背面 这是一个排污法 因为我们的机器是自带油水分离的 我们的工作原理是将一级压缩的气体 经过处理以后再进行二级压缩 水冲去时两颗泻压螺丝都要拧紧 放上呼吸嘴 这个塞子是为了运输过程中 不会有油漏出来 使用时 放上呼吸嘴 好 下面我们安装水泵 打开水泵包装 打开水泵包装 说明书 水泵里面有两个黑色小接头 我们用带有台队的一头大一头小的 大头插在水泵上面 然后连接水泵 水泵的另一头 接进水口 另一根水管接出水口 好 我们打一桶水 把水泵和出水管 全部放进桶里 水泵通上电源 注意检查一下 是否有水流出来 水泵工作正常 我们就可以通电源开机了 好 安装已经完成了 好 下面我说一下 我们气泵使用的时候 一起注意事项 第一 气泵 气泵开机前 必须要加水使用 不加水的话 温度倍很高 第二 第二 注意一下机油位 前面有个油镜可以看到 机油应该在红点以上 在红点的上边缘位 为移 新的机器 在 充15万气 左右的时候 最好换一次机油 因为前期磨合 钢是铸铁的 会有 灰掉下来 我们的气泵是 零压启动 在使用过程中 中途如果说需要停机 再次启动时 需要把泄压螺丝松掉 把机器内部的压力放掉以后 才可以启动 注意温度 一般不超过 55度 好 我们的使用教程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